十大香港舖市數據 逐天逐天跟你數 第三 香港人北上沒有限制 單大陸人南下香港就關卡重重 五千一百萬相比輸三億 簡直是小毛見大毛 甚麼數字 待會跟你解釋 試想想 如果香港所有十四個內地出入口管制集 全部關卡都拆掉 十四億大陸人口任有海陸空 來香港 香港肯定逼爆 香港2018年國內遊客最多的時候 是有五千一百零四萬 相比同期 上海2019年國內遊客是有3.6億 北京2019年有3.2億的國內遊客 簡直香港的數字是小毛見大毛 今年2024年 上海北京與其國內遊客數目會再創新高 那麼香港吸引遊客的能力 又是否這麼差呢 看回國際遊客的數字 原來香港吸引力遠高於上海 和北京 2019年上海接待了 900萬國外入境的旅客 北京只接待了375萬 香港2018年最高峰的時候 接待了1,410萬國內入境遊客 記得香港2023年2月6日才正式全面通關 香港旅遊發展局已經預期 今年2024年 全年訪港人客的次數 國內和國外 在較2023年上升 百分之三十 去到4,600萬人次 香港始終是HAS World City 香港有我們的獨特性 只要香港和國家進一步融合 香港的遊客要過億 一點都不難